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用后面要改善 所以需要多两个多 所以我想用这个特别的评论 担任多年地方调节委员会会长 曾获聘为国策顾问 秉持对土地有了解 有爱 有感谢 也有责任的黄会长 自1998年开始 每年中秋节举办台南后壁鼓措音乐会 与古迹大宅院前程广场举行露天演奏会 涵盖集结各种音乐类型 近百名演出者的庞大阵容 规模是一般古迹音乐会难忘其相费 2003年 黄会长透过日本御音会 原田前理事长 由日方赠送合金樱花一万珠给台湾 经过十年移植有成 樱花已在台湾各地绽放美丽 为了这十年担樱花的关系 十年担樱花的那个意思 日本人都会过来 所以不是只有担樱花 就是和日本人所建立的国家 亲的 连结的感情 在那里建立的 黄坤虎会长曾说 要先了解这块土地 建立对土地的情感 而在古厕音乐会里 不需门票 不涉及政治 只有文化艺术 给予人们心灵的富足感 一年台湾台湾 这么优秀的人 比较一两万的 国方面都有很激烈的人 这个荣誉应该是 比我还要去到的 国家的人应该要去到的 所以我前面是欢喜 前面也感觉是很荣誉 八十几岁应该要 对这个土地 还是对这个社会国家 应该要博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